希伯來書 第二章 所以我們必須極謹慎地聽從之前聽過的真理 免得隨波逐流離開這真理 既然上帝藉著天使傳達的信息一向都是確實的 所有違反律法和不信服的行為都受到了懲罰 那麼如果我們忽略者偉大的救恩怎麼以為自己可以逃脫呢? 這救恩起初是主耶穌親自宣告的 後來又由親已聽見的人傳給了我們 上帝也按自己選定的時間用神跡、歧視 以及各種異能或聖靈的恩賜證實了這個信息 再說 我們現在談論的那將來的世界 並不由天使掌管 因為聖經說 人算什麼?你竟觀念他們 人的兒子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使他們只比眾天使卑微一點 賜他們榮耀尊貴為官免 你賜他們權並統管萬物 這類的萬物是沒有一樣不包括在內的意思 不過 我們至今還沒看得萬物全都服在他們的權柄之下 而只看得耶穌被賜予那比眾天使卑微一點的地位 且因他為我們承受了死亡的痛苦 現在就得到了榮耀尊貴為官免 是的 藉著上帝的恩典 耶穌為所有人償了死亡的滋味 萬物是為上帝做的 也是藉著上帝做的 他定義要把許多賢女帶進榮耀女 上帝使耶穌藉著所受的苦難 就成為完美的領袖 得以把上帝的眾賢女帶進救恩之中 這是最恰當的安排 這樣耶穌和那些因他而成為聖結的人 現在有了同一位父親 因此耶穌稱他們為弟兄姊妹並不以為此 他對上帝說 我要向弟兄姊妹宣揚你的名 我要在你的會眾中重贊你 他又說 我要信靠他 我和上帝似給我的孩子 上帝的兒女是有血肉之軀的人 這個兒子也就成了血肉之軀 只有成為人 他才會死 只有通過死亡 他才能打敗那曾壓有死亡權勢的魔鬼 只有這樣做 他才能釋放所有因怕死 而一生被這種恐懼奴役的人 我們還知道 這個兒子到來 不是為了幫助天使 而是為了幫助阿伯拉罕的後裔 因此 他必須在各方面都跟他的弟兄姊妹一樣 也就是跟我們一樣 以便他在上帝面前成為我們仁慈忠信的大祭司 獻上哪能夠除掉世人種種罪惡的祭 他親身經歷過苦難和試探 因此能幫助我們面對試探